這個條片我會播放在Facebook上 麻煩你們早前做一下 下禮拜一可以討論一下 什麼東西? 這一集 這一集是什麼? 這一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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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外拉公那個? 對對對 因為念書很精美 我瞭解不了 所以等我一下 好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再講平衡運動更換隱蔽 下個 就算得出來 好不好 好 算得軟 算得軟 上來看一張圓周運動 什麼圓周運動? 有看過圓周運動嗎? 回去回去回去 有沒有看過圓周運動? 下個圓周運動 有沒有看過圓周運動? 這圓周運動 對不對? 有 好 然後我如果搭你一點的話 師傅公會 哇 欸 幹什麼 我一層幹什麼 幹什麼 我一層幹什麼 你拆一層肉耶 電腦 好 我覺得可以 這個我覺得可以 你還在這裡 我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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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剛剛的蘿蔔跟 都是給我 什麼 avait拉了 9 好 我現在做一個小試驗 好 既然叫 countries 那幾 需要那麼多 27吧 直至 Nós 機械 сторон 確定 還不 Kay 沒有 12 有 Would you Jakob 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繩子是滑動的對不對 看不到嗎 沒有動 所以我如果甩的時候 這繩子就是往外走 你看我現在如果放開 幹嘛 幹啥幹啥 你看一下這個甩的方向 我如果手放開的時候他會往裡面甩 往上 有看得出來嗎 再一次 然後長的甩你也甩 手放開 你剛剛在打到中的 我手會抓住 你剛剛在甩啊 那是你幹嘛 看得到看得到我手放開的時候 我自己看一下他往那邊甩 欸欸欸欸欸 差點弄到電腦了 家人會睡喔 有看到嗎 他怎麼甩了 直接看 他怎麼甩了 不會打到我 為什麼你這樣 我可以啊 他打到我 我改變這樣 看喔 有看到他怎麼甩 往外甩 往外甩 是往哪邊 要往下 往下 這要往下 他仔細看 他應該是切線方向 我譬如你弄到這邊 假設我這樣轉的話 我瞬間放開 他是往這邊出去喔 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再仔細看喔 再一次喔 好可怕 仔細看喔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我看到他縫頭直接很髒 蛤 要破壞縫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我先手放開喔 仔細看喔 他是不是切線方向 還沒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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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下課只有暖手 仔細看喔 有沒有看到 然後 腦肌肉也變成這樣 有看到嗎 你也不會出來 你變成這樣 沒有 有看到嗎 所以 有沒有看到 那個 有看到嗎 對 那我現在做另外一個實驗喔 這個實驗是不是小的 什麼東西在想 我現在要在試想轉個東西 試想講別動為什麼切線方向 可以思考一下嗎 為什麼切線方向 假設我瞬間把身體放開的時候 他有沒有受力 所以是不是可以想像說 我中間拉著他要身體給他的力 保護他形成一種 是不是 對 我在轉的時候 這管子對不對 對 我在轉的時候呢 這繩子這樣握過去 這樣轉 再去動 讓圓球再轉 對 對 他在轉的時候呢 他這時候也可以讓圓球 是不是這繩子拉著他 給他一個力 是不是 給他一個力 給他一個力 又會產生一個加速力 對不對 這是加速度向的原因 所以通常來講 不是叫向心力 你們要知道 向心力就叫向心加速度 但是向的原因在轉 所以這固體 假設你看喔 我這固體在前進 好 這時候呢 我如果給他的加速度 我如果給他加速度 是這個方向 的加速度 請一下他會怎麼樣 他會不會改變方向 不會 會不會 我跟他沿著這個運動方向 我給他一個加速度 會不會改變方向 不會 不會 會怎麼樣 會變快變慢 變快 對不對 那我如果加速度是往這邊呢 會怎麼樣 變慢 會變慢 所以 同方向的加速度 通常只會讓他變快 或變慢 同方向 但是呢 我如果有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會讓他軟飄 會軟飄 會軟飄 怎麼會亂飄 我這方向的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 改變速度大小 他會被 他會被減速 他變成旋轉 他想說下一秒鐘 他會變成增加那麼多速度 他變往這邊緊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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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的圓形 物體在這邊 下一秒鐘 他是會增加這個加速度大小 會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速度大小 會變這麼大 各位想 這是垂直方向的話 蛤 對 所以他會弄在飄的物體 如果我這個時候 瞬間給他一個正方向的加速度 或這個方向的力的話 他就會往其方向前進 他會變成 就是這樣力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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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只是說 我們都不知道它是用假設 所以想像假設 我現在假設他 受了一個正方向的力 他就往這邊前進 我受了一個垂直方向的力的時候 終於 受了一個垂直方向的力的時候 我只會知道 就是下一瞬間 他會被我改變 往那邊斜過去 但是這個 本來像我們這個方向的速度 會不會被改變大小 這個分力 這個分速度不會改變 他是增加一個垂直速度而已 你想 這個方向的速度大小 並沒有被改變 他就改變了這個垂直方向的速度 這樣懂得意思嗎 那我們運動會 用核速度繼續往前突進 所以加速度的兩種 一種是平行方向 一種是垂直方向 一種是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會讓它怎麼樣 往斜邊 往會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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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會讓它改變方向 往會改變方向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個物體 假設我現在真的運動 我這一瞬間呢 我給他一個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是不是 它就斜邊跑 好 一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又給他一個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所以他怎麼 怎麼跑 就繼續往這邊跑 對啊 到這邊的時候呢 就給他一個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就繼續往下速度 然後最後行的是什麼運動 圓周 就行的是一個圓周運動 所以圓周運動 簡單來講 我這繩子在拉的 這個拉力 這個力量是什麼 就是一個向心的加速度 我本來的速度是往這邊前進啊 可是我的力量在拉它 拉它一下它轉一點點 拉它一下轉一點點 所以它一直在拉的過程當中 它就形成一個圓周運動 你們再看一下 就一下 想像一下 我這樣拉的時候 它是形成圓周運動 對運動的動 是受哪個力 呃 受我繩子在拉的力 我是繩子在拉的力 是不是改變它的圓周運動 對啊 你覺得為什麼你往下拉回加速度 往下拉回加速度 然後就是半斤變小 半斤變小 從後的力量的話 它就變成它 相信這樣就變大 好這裡以後我們會學到 現在還沒有學到 好我現在放大的話 我壓個力 我這樣慢慢轉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間就是我們要做的好了 哦哦我建島啊 它又會睡啊 有沒有剪刀 切割剪刀 好沒有 去 你知道切割剪刀 我不會以為文字 我在 阿後來咧 在那邊有的 發現我有的 謝謝 謝謝 你在幹嘛 我在等Joy啊 在等你三個月睡啊 我問你那個吃蘋果 然後跑進去洗手我也是醉的 對啊 那個蘇玄跟翹克的那個我也是醉的 那個上次故意遲到的那個我也是醉的 我不是要弄的故事啊 有啊 那個蘇玄克的彈對不對 我把它睡一覺 好看一下喔 屁啊 我現在不用轉剛剛 我這邊是一個重力 放開的話是不是有個重力會向下 因為他力量不平衡嘛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說用這個重力 你也想一下這個重力大小 我開始旋轉喔 然後轉開開 我是不是那個平衡 如果我放那個重力在平衡他 可是我如果平衡他 我如果放回大一點的話 速度快一點是不是他就會 對 你看我同樣的重力 是我只要轉的慢一點 我們就可以平衡他 可是我如果小一點的半徑的時候呢 我如果轉太慢他就往下掉 所以我轉的快一點點 我才可以平衡這個重力 所以是不是 我越短的半徑我再把它收短一點 我是不是更大的速度 我才可以平衡這個重力 那如果你超越他平衡的速度的話 他就往快跑 他就繼續繼續 他就往外拉 往外拉的意思表示什麼 表示我現在的向心力 我現在的重力不夠 不夠所以他往上 對不對他會移動 所以你看我現在平衡他了 我現在是平衡他的 平衡他這麼大的半徑 我是不是轉的慢一點就可以 我是慢慢轉 就可以平衡他的速度 平衡他的這個重力 所以這個重力 所以你可以想像嗎 同樣的向心力 同樣的向心力 我的半徑越大的時候 轉速很快 不是速度很快 是轉速很快 但是我的半徑很小的時候 我就要轉速很快 半徑很大的時候轉的就變快 對不對 好 這是感覺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感覺來 來想像一下這個加速度 這個重力向心力的關係 跟那個旋轉的關係 就可以這樣來 好 那我們來想像一下 好 這個東西 這是時候覺得到這個旋轉 動力在旋轉 是為什麼 因為有個向心力 因為有個向心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向心力呢 對我們這種旋轉運動來講 就是這樣子 好了 那有一瓶牛盾 他坐在蘋果樹下 所以蘋果查到了 他坐在蘋果樹下 他抬頭一看 你知道嗎 你說白天 有時候白天 nee 他就探助力 對 那邊看著力量 這時候剛好 蘋果掉在蘋果腦袋 很曉得 為什麼蘋果會掉下 而 blinkinggenommen 因為 會慢慢伸 사고 突破 額 assembly trending BTS 慢慢會 對不對 紅柿 也不通… ganska 我在旋轉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身子這樣 我現在先旋轉 好 我瞬間把我手放開它會怎麼樣 它會飛出來 它會飛出去啊 不是嗎 如果月球在旋轉的時候 它到地球旋轉的時候 那時候它可以看得到 月球在到地球的時候 它每個地球搭了它 它實際上就飄了 就甩出去 好爽喔 可是之所以月球會到地球旋轉 它是有的地球 所以這力是什麼 雖然想說月亮不會掉下來 跟平溫掉下來 所以 月亮一定是得到它的平衡 所以它不會掉下來 所以這力量很大 它就掉下來 等它會知道地球旋轉 一定有力給它 所以這力是什麼力 它如果增加地球 它就響 響 如果月球收到地球 找到地球 應該是全世界沒有 大家想到一個 這個引力嗎 他認為這個引力 他認為這個引力是來具磁量 在牛頓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全部是想出來的 沒辦法做實驗 實驗沒辦法證明 你想 地球吸引著我 有嗎 我今天一跳就跳起來了 地球沒有吸引著我 所以沒有掉下來的 所以我就掉下來 可是它會感覺都掉下來 是被它吸住 因為感覺是吸住 就讓它拿著實驗 讓它吃點砰 很快的吸住 實驗變得太乾的吸回去 實驗會慢慢的吸回去 它會不會吸回去 它慢慢吸得很快 可是跟我跳起來 那種感覺不一樣 我跳起來跳下去 明明有感覺非常快 所以那個引力 這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地球 住那麼久 一定不會覺得有靈力 可是 可是引力跟質量有關 這件事情跟我很難思考 比如說你去想像 它認為這個質量 超舊的力量 超舊 所以有造舊啊 所以這個月球 之所謂到了地球旋轉 月球之所謂到了地球旋轉 是因為月球被地球吸引著 就好像中間有拉了一條繩子 它不見的繩子一樣 它的月球到著它轉 對不對 那它轉的時候呢 這個力量剛好平衡 所以它可以平衡 你看 我現在不用拉繩子 這個重力跟這個旋轉 有需要的力量 乘一個部分 所以它就一直到地球旋轉 對不對 所以它認為這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就推倒 這是靈活力 這個力呢 跟 你已經講故事嘛 地球的質量 M1 月球的質量 M2 跟它質量有關 它是跟M1有關 質量越大 引力越大 它是為跟M2有關 這個距離有關 距離有關 距離有關 距離越近呢 引力越大 距離越遠 距離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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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越大 因為想像一下 好像這個東西 它發生出 無限多條線 無限多條線 它去拉住了地球 其中有幾條線拉住地球 非常強這樣 是不是 我 越靠近這個地球 我被拉的線會越多 而越遠離地球 拉住我的線 密度越小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樣想像嗎 那這線的密度 跟什麼有關 跟我的距離 什麼關係 分成為一個叫做 平方反比 因為它跟球的面積有關 球的面積呢 簡單來講 假設我這是我的線 射出來的空間 這個距離 對不起 這個位置 形成了一個面積 跟我兩倍距離 形成了一個面積 這是不是有同樣多的線 對 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 是不是同樣多的線 欸 不一樣多喔 為什麼不一樣多 我的線射出來 是一樣多的線 只是 我這種的圓 這樣通過方法線 是不是面積要變大 你看看 這麼多的線 所以假設這個距離是 兩倍的話 這個面積會是幾倍 兩倍 十倍喔 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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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的 三角形 相似形的筆 有沒有看過 有 這一邊 跟這一邊 如果是一比二的話 這一條線跟這條線幾比幾 二比二 這條線跟這條線的筆子呢 一比二 一比二 這什麼問題 這是什麼說錯的 相似三條線 我告訴你幾個 相似三條線 相似三條線 蛤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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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要去證明它 好 確定證明 證明 你們學過平行線嗎 假設這個畫一條線 平行線沒有轉條 平行線沒有轉條 第一個 你可以證明 這個 這個 這個三條線跟這三條線全等 全等 全等是這一邊 會在這邊 接下來 花一條線 這條線跟這三條線平行 這三條線跟這三條線全等 所以這個 這邊會在這邊 這邊會等養肺 這樣問題 對 對 但是 這部分 你們如果沒有學過 平行線的訊息 你們現在學過幾個原本嗎 沒有 還有 加渡 這樣有在上結論貨嗎 沒有 沒有 那現在誰上結論貨 高音 好嗎 OK 以前 他們高三 欸 國三上結論貨 我們是下學沒有 OK 這是 這正面題在國三會上 你有讀過了嗎 好 同學 如果你們 你們就要知道 你們現在是國三 我不知道在精神有沒有 妳那是國三 正常來講 如果你的能力很正常 你應該是學到柏山 因為這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證明的 經過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時間證明 你現在的能力只要是正常 應該可以上到柏山的程度 如果你現在不管哪一科 都沒有到柏山的程度 你應該思考是不是你太冷藏了 或是你能力不足 那通常來講 我不覺得你能力不足 你們的程度都很好 然後你們都會很會變 很有想法 所以你能力是很夠的 能力很夠 你要想辦法讓你 符合這個進度 如果你可以達到這個進度 你要想辦法 符上來 好不好 數學是一樣 那這個數學的進度 數學很不笨 所以我這個距離一比二的時候 面積就變成原來的兩倍 所以事實上這個面積比 剛好是正距離的平方比 一塊 平方比 所以我距離越遠的時候 我所能得到的這個量 因為我通常這個體積 這個面積嘛 我一到兩倍距離 我同樣的這個量 我得到的量就只有原來的 平方分之一 就是假設這兩倍的距離的話 就得到四分之一而已 我只得到四分之一的量 這是以利線的 假設以利是有線的話 我這邊這個面積在這邊 我能得到這麼多的線 我一到兩倍距離的話 只得到四分之一的線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樣有概念嗎 可是如果把它擴大 再講一遍 那如果 過大 我再遠一點 可是我一個 我這個 這個月球在這邊 不會說一到兩倍距離的話 我月球就變大了 我還是這麼大小 你一定不會覺得你距離還變 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的影翼線 會覺得距離越遠 我得到影翼線越少 而且這個少是跟平方成反比 所以我的力量會跟我的平方 距離平方成反比 我越遠的時候 我得到的量越少 所以這就寫成一個 寫成一個 萬有餘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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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 等於 Q R 0 M1 M2 這個Q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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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這個Q是什麼 這個Q是什麼 但有多數真的也不知道 因為假的沒有Q的時候 我可能說 這個Q叫做陳正銘 沒有這個Q的時候 我可能說陳正銘 說 你看 質量越大了是不是N越大 這質量變大了是N越大 我距離越遠是N越小 這關係是有的 可是我很想把變成等號的時候 因為變成等號的時候 所以那 m2 M2 是N越大 002 M2 M2 是N越大 00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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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個角度想 我當你知道 這個吸引道理想說 我可以吹吹吹吹的時間是多少 就是可以互相吹的 這叫做萬元利 中式 所以那個G是什麼 這G是一個常數 講說這個事情是正確的話 這G就可以被求出來 所以牛頓就想了 我等一下把這個故事講 牛頓就想了方法 看起來這個支架要很大 我想說這球是一個G 它是一個G 所以他就製造了 牛頓也做了 他做了這個實驗 他就做了很大的球 500公斤的球 4個 他做了4個500公斤的球 即將不然不把畫橋的影片這樣子 好 他把這個球呢 掛起來像雅琳一樣 掛起來 手捏的支點 釣起來 我在這邊再放一個500公斤的球 在這個的那一邊放個500公斤的球 我當我靠近的時候 他球跟球先吹入槍吸 吸的話 就不會太擺動 擺動我就知道力有多少 不是嗎 如果 如果都沒吸 有他擺動但是看不清楚擺多少 就是擺太擺得太少就擺一點點 所以你根本沒有要知道那個有多少力 分析不出來 所以牛頓這個時間失敗了 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做 所以擺個已經是 但是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覺得 他有到 但是沒辦法證明他這個區代有 所以現在也沒有辦法 我現在已經知道 我如果球數不虛 這個G球出來跟誰有關係 這G球出來就知道地球質量 我們現在查 Viki都可以查到地球質量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地球質量怎麼大 就假的 我就要看 就這樣求不來 就是因為你知道 武器 你絕對求出地球質量 那簡單嘛 你的質量是知道 你的質量你就知道嘛 你的震動就知道質量 你跟地球質心的半徑是知道 用地球的質量 可以 這可以是幾個可以算 用品質的長久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地球半徑 這也是幾個 所以幾個要學好 你可不可以算這個 半徑也知道 半徑也知道 你的質量也知道 我如果知道這個區 我就知道地球質量 對不對 那你要地球區怎麼算 很簡單 假的這個時間做出 可以求出地的話 我可以算出來啊 這跟M1是不知道 這兩個M1 這是M2 這邊還有球 M2 這之間的距離是知道 可以量是知道的 所以R也知道的 那我只要知道D 我就可以算是G 所以必須從這個實驗 直接求出G 這就是M2 D D 當然要求 D只要求這已經說是G了嘛 其實等下球出來 我就可以正常去求 你所做的地球的能力有什麼大 所以我來看地球的主要 我們可以講 然後就可以知道地球質量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實驗 因為牛都失敗了 牛都死掉之後 在隔了好像二十五拍 隔了三十年還五十年 有個新的哲學家 他也是思考這問題 他也從不通的做法 他也做出來 那有一天 他在逛舞界的時候 他看到有個小朋友在玩 鏡子 鏡子 玩影子啊 把他過來照 人的臉 把他鬧完 他突然就給靈感了 欸我用影子 就是 我在這邊只要動一點點 我是可以在地方上 光跑過去 跑過來 是不是 跑的距離是那麼遠 欸好啊 那我如果在這邊 放一塊鏡子 我打一道光過去 然後我一吸他 我就要轉一點點 我這領域就跑 你就跑 就跑這段距離了 對吧 我只要穿這領域 欸這光啦 這光跑在你 就要拉這光的距離 就這一段距離 你會不會看到他轉過來的角度 我知道他轉過來的角度 我知道他轉過來的角度 你知道他受多少力了嗎 我們講過力 你可以造成形電 不過當他轉過來的形電 我就可以知道他 湊了多少力 我力知道 我就轉去G 我G轉過來 就給反分力走之亮 可以走 所以後來這個實驗 那個實驗就是 後來這個實驗 可以列為 這一個司機裡面 最偉大的 無私的實驗之一 是不是 就是在旁邊 可以求出地球的質量 可以求出地球的質量 所以萬元鼻就這樣來了 這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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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 萬元鼻這樣造成 萬元鼻造成了 他的向心力 所以他這個 心球會造成地球之軟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旋轉的速度 跟他的反應有關係 有 有關係喔 你們玩過的電動玩具 他那個 他會打 打那個高熱號 吐 掉下來 如果你的速度很快 而且很平衡 那你只要 咻 碰 有玩過嗎 變玩過 就幾年的人 很像NG科 很像NG科 後來做到開國版 可以這樣做 他這是一個星球 他想著一個小星球 有質量 然後 兩個路向攻擊 當然對 但是泡打 他能打這邊來 對不對 當你泡路越平的時候 他會 噓 噓 噓 那如果你速度更快的時候 泡門就這樣 噓 噓 掉下來 所以他這個 會不會旋轉 跟速度不有關係 我們這樣會有正義 這個引力 你知道了 這個速度先叫做 越快的時候 他就很造成 運動 我速度如果不快的時候呢 他就變 噓 掉下來 噓 所以這速度有關係 他就變掉下來 如果 速度夠快 簡單來講 他只是來皮膠下 他變成 原動運動 然後又在那邊跑 所以那邊跑沒有錯 所以速度要夠快 所以這是有個想像嗎 假如我拿一把槍 我這個槍的速度非常快 噓 就打到進去 對不對 稍微圈打回來 好 那不可能速度不快 第二段做得到 事實上說不到 因為行動量太快 那阻力很大 事實上有空氣阻力 所以不能說到 要再想像一下 好 那我們可以試試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種 這種相機 你可以幫助我們 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 沒關係 我們剛剛 不提醒的 各位想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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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嘿 給你借一下 不要 所以 我們這種打滑 跟相機的經驗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 車座開得太快 下雨天 地板的摩他力不夠 我原來是用 同樣的速度轉過去 可是下雨天 用方向速度 就滑倒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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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 沒有下雨的時候 我用機遙車 用方向速度轉彎 就過去了 下雨天用方向速度轉彎 就滑倒 行喔 摩擦力 因為摩擦力不夠 為什麼摩擦力不夠 會導致他打滑呢 因為你的 下方力力度不夠 下方力力度不夠 下方力度不夠 我在轉彎的時候 事實上我這邊的下方力力度 誰給我 摩擦力 摩擦力給我 摩擦力給我 摩擦力 摩擦力 太滑了 我用方向速度過 如果是要有同樣的摩擦力 我才可以擋住 對 可是如果沒有摩擦力 你就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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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 像我們在做那個什麼 鐵 呃 有坐鐵路去花蓮 或去台北的嗎 有 火車 中國號 以前在那個 那個 泰裏頭號跟那個 現在有一個 泰裏頭號跟那個 有馬 這兩台車沒有進來之前 事實上從伊朗到台北 大概要花一個半小時 坐火車 一個半小時 為什麼 半小時剩下兩個小時 對 在這道路上 光光區域會沒多 那以前的火車 以前的火車 它是固定的車家 所以車在旋轉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 因為它會不轉換的時候 它的向心力 它需要一個向心力 它需要一個向心力 這是動力 這是我要維持它的向心力 可是我沒有力量 我不會向外偏板 向外偏板 向外偏板 如果太大的話 超出這個 兩顆顆力量 超出它的底面積 它就跌到了 升級就翻過去 太棒了 所以那時候它轉換的時候 它就必須減速 減速的目的是要降低什麼 降低向心力的需求 降心力就不需要那麼多 或者是你在做的時候 這個地要做斜線 像有些馬路可以做斜線 這鐵骨要做斜線 並不容易 馬路可以做斜線 這時候它可以增加 它向心力 可是你做斜線 萬一你速度夠快 車輪跑過來 所以你做斜線 變成你車的速度 一定要夠快 所以那裡有缺點 那我在這邊 我就不願意減速 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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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車是跑不快 從宜蘭到台北 就換一半到零上 可是經過 泰骨格 都沒有辦法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車廂改變 它做成什麼車廂 它車廂可以自己旋轉 車廂可以自己旋轉 那我做不習慣運動 做不習慣運動 它車不會自己旋轉 它轉換的時候 它自己會轉改變 改變重心 改變重心之後 你就可以加速快一點 你就維持原來 像那個 相機體可以搭一點 減速 所以你就可以加速了 這邊速度可以維持 不會是一百左右 我們這樣轉換 拍車也不能開一百 可是你這樣轉換的速度 如果車是可以旋轉 我就可以看一百 一百 所以現在從宜蘭到台北 現在只要六十分鐘 五十六 已經夠快了 你以前快了 所以 假設你現在 你去看那個 塞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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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的塞車廠 自行車的塞車廠 比較小 圓圈比較小 所以你沒看到 塞車廠 的 布怎麼設計 是塞車廠 他寫的 他寫的喔 這邊是比的到這邊 布會變像寫的 你甚至看到有人 騎腳車 他騎快油的話 他可以這樣子 他真的是讓騎過去 讓騎過去 因為他速度夠快 他可以搶一個 足夠大的相機力 相機力會壓在 相機力 接著就是底空間 他把它壓在這個 平面上 我們上次有做一個 小小的實驗 啊 他有頭 撞他喔 撞他喔 我不是故意的 幹什麼 你要把它撞掉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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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啊 就你剛剛說 嘿嘿嘿 他媽媽回來上課 他媽媽回來睡覺 其實讓我小睡覺 根本就要在那裡睡覺 誒 我的那個 那個冷箭 那個冷箭 那個 我那個 那個 你的那個 放背那個 還有 還有 那個嗎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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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都是老婆 一贏別人 噢 噢 他很厲害 噢 欸 小心 小心 我那個 不好意思 那嫌棄產不見了 那個 飛 可以讓飛子 不會飛到的 那個 那裡 飛人掉了 你有看到嗎 可以 好 我們通常如果假設想要讓水 我來摔 欸 就想起來 靠牙 好 需要這樣講話嗎 你剛好在那邊睡嗎 我想說你找到的時候我在起床 就在你還沒找到我就起床 但起床還沒有在那裡 可以 可以 而且我的 會特別乾燥 對啊 對 好 所以我們在製造像精力 其實這很多時候需要像精力的 我們用像精力的方式是 像這個 像精力 很煩 好 我們用斜面來產生那個像精力 斜面 當你戴個斜面的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樣 斜面 我測試過這邊好的時候 我就測試這個 好 我因為重力的關係 重力會這個斜面上 產的一個分力 是不是 好 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有需要像精力嗎 這像精力會讓我去 跟那個 地面 這個斜面做一個平衡 好 那平衡之後呢 這個斜面 這個鞋子 才就會讓水滬非常多 來 實際上沒有錯 它就形成一個斜面的力量 那斜面的力量 剛好是讓我的地 跟這個地面 成一個垂直 垂直角度 這垂直角度 就會讓我增加我的流沙力 它就不會跌倒 欸 你麻辣了 為什麼 我要用這個 快點比較舒服 好 好 可是這可以看到水 這剛好就可以看到水 很高 好了 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的時候 它放滑的時候 它其實好處是 它水就不容易 它比較沒有那種平 所以會覺得 好像 為什麼呢 它底座是有摩擦 它本來就有摩擦力 中心放的時候有摩擦力 所以底座有增加摩擦力 但是你看我這樣給我拿著 正湯 你看這樣會滑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可是我在旋轉的時候 我當是一個旋轉運動的時候 它有一個向下 會增加一個 因為它這個底部問題 它有一個向上的力量 就是力量 照著它旋轉運動 為什麼 它這個力量的摩擦力就是向下 所以你可以提心力跟向心力之上 可以看人作力跟反作力 那這樣你可以承擦力 可以啊 但是因為這個比較滑 對不對 你剛剛拿來是覺得比較滑 因為這個底下不平 底下沒有很平 所以它會滑 比較滑 對 我用這個 對 我用這個 你用 你用這個 太強了 OK 好 這個 我給大家看 我去那邊坐 因為我怕它跌倒 我怕跌倒 然後人家在那邊東西要多 大概可以見嗎 大概 大概 大概360度 對不對 好 讓水就不容易灑出來 好 這個實際上 有人去 有些咖啡店 它提供一些 因為可能去慢慢的 找人社會 像你去 Starbucks 你買咖啡 如果店內是金融花 它這裡可以彈你 所以你非常關上去 可是有些人可能在二樓三樓 走過去的時候 那腰慢慢水就灑出來 咖啡就灑出來 所以我看那個是 歐洲啊 他們有些咖啡店 他就提供這樣一個架子 給老先生 老太太 就可以這樣跌上去 好 完全是新人就不用 是啊 年輕人可能比較穩吧 他這樣不會跌倒 好 他這樣走上去 因為像一個晃動的時候 他反而更穩 好 別想說我這樣 就盡量不要讓晃動 其實反而不穩 你這樣稍微晃動 它是要比較穩 讓慢慢晃動 他這樣走一二樓三樓 他這樣就不容易跌倒 好 你幹嘛啦 是 他有沒有 他的咖啡會跌倒 會跌倒 所以這是靈心力 向心力的運用 好 為什麼 你看這個 簡單在看 他在走的時候 是不是他你這個姿勢在旋轉 好 在旋轉的時候 他就有個 有個向心力 有個靈心力頂著他 所以他就會比較穩定 而且他水也會灑出來 OK 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教我們 好 怎麼樣 怎麼樣 你們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下禮拜我們就要教那個 哎唷 人家叫自己的 就要上功跟能 功跟能 那功跟能 會跟你現在上到的運動學關係很大 那有些推導部分跟運動學部分 運動學的就是 我們正在講那個 運動學對 運動學拍了 現在第一週 我們在第 第九週 第九周的第九周會找個時間做個小小設計 耶 要斷考囉 換車加強 看看第九周先放 第九周先放 第九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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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周的禮拜五 去聖文三道綠 哦 江心濃霧 第九周的禮拜五 沒有辦法放這個禮拜 那我對abel 鎖 Viel ‫他那邊被做名頭 欸 為什麼沒有速度 2728 mère 蛤 請示範那一件數據 我現在為什麼沒有看到 他們差不多套在一起 聖母三床是 2728 2728 剛好 我們就原則上是 你們去爬山的 那天沒有事情 禮拜五那天有上課 那第八週的禮拜五沒有要上課 因為你們要去聖母三床 第九週的禮拜五 第七週 第九週的禮拜五 做測驗 第八週 你們去聖母三床 第九週是我們第七週 跟下禮拜 下禮拜六是你們要去 打學校 所以我們現在外面去兩個禮拜 我們要上課 好像改到家路 沒有喔 打個一下 改到 對 那些是有參加的人去幫忙 對有參加的人去幫忙 沒有參加我們去幫忙 對阿五是有參加的 好爽我們很快 你拜五是有參加的台區 那你們有參加 我可能會去 我不會去阿 我可能會去 我可能會去 你絕對阿 行事曆改了嗎 確定了嗎 因為我已經排活動了 原本就是 原本行事曆是你還要去阿 原本就是這樣講 你只是行事曆念不寫 沒有沒有 他行事曆是寫 因為原本是說禮拜五學校 然後是長的 對啊禮拜五學校長 是禮拜四參展的台區 部長的台區 禮拜八參展的台區 禮拜四部長 禮拜四部長 我知道行事曆是寫禮拜四部長 我也有行事曆 行事曆是寫禮拜五六日 五六日參展 天生我Look 我也是來聘軍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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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日參展 禮拜一讀假 原本是 siguiente 禮拜一有讀假 因為 我們六日有一天要去載月嫁 參觀 然後要 съld 超煩的 不計花交通費 真的很疾 1980 контр是 我再注目一下 如果 如果生人財 inserted 你知道了嗎? 要知道嗎? 可以要知道嗎? 我去 你去龍翔 然後去龍翔 如果長間也要確定有時間 確實感情 COME 大家不要再ões 因為他們都沒有 你們就是去知習 因為那部分我現在目前還是有教育做 現在方向都沒有做 還有我選作業 我會選作業 作業就到目前為止 同學都沒有做 對 還是有一兩個很少教的 下禮拜一有上課吧 下禮拜有上課 下禮拜就要作業 下禮拜就要少少計四張囉 第三張 現在二十四 第三張 第三張 第二張 所以 你剛說完公明了 第三張 第四張 第四張是要便宜 第四張是要便宜 第三張的範圍比較廣 它的數量很多 所以我們應該在其中下禮講過完 就是登山之前講過完 但是 那個其中考 我就考到第二張 從 從那個二下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差地殼 二下的第五張 我們還有時間可以努力 就看你們有什麼 所以三下是定格 正常來講我排是第三 就是三上法座是你上法 三下法座是我定格上法 那如果你們想要 要及早會學測 因為會考就是明年五月嘛 是那還很長時間 第一 對不對 那我們只是說 我們有可能在 這學期 也許在第17週第16週 你可能打不上 那下學期我們就可以在五月份 你可能打會考的經濟 好不敢 那前提是 那個奏你敢不敢 是一個狀況 我聽不懂 那就是要敢 我如果聽得懂 那就是要敢 那如果聽不懂 你應該隨時要把握 對不對 隨時把握握 那才叫做 記不得是有沒有呼吸 你如果連呼吸都沒有呼吸 大家會記不得 真的很正常 所以你這樣 不用背 不用背 不要理解 不要像同月這樣 去吃 問題就背 好 那就來 就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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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單字背 又會忘記 你單字背又會忘記 怎麼辦 要理解 單字 單字 單字背又會忘記 好 那就用同樣的 就用同樣的 OK 我攝影機啦 我幫你關掉 關掉 關掉 把他喝起來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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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